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训证牧师 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来 二十一天的自节进食祷告 今天是第十一天 一月十四号 我们要来默想的主题是 除去骄傲的心 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说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 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谦卑树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必叫你们升高 默想的方向 默想一 谦卑是降低自己 能谦卑才能顺服 思想我自己是一个 顺服谦卑的人吗 默想二 教会的年长者 家中的老父母 不一定都通达事理 合乎时宜 可是我是否能够 从心里面顺服 尊荣他们呢 默想三 在团队当中 肢体中 我会欣赏年轻人的稚嫩 有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吗 我能从心里顺服 比自己年轻 资浅的领袖和主管吗 祷告指引 指引一 求圣灵帮助我一生学习 效法主柔和谦卑的生命 能看见自己的骄傲 能看别人比自己强 指引二 为自己能尊荣顺服年长者 和年老的父母 经历因顺服而蒙福 能承接教会及家庭 上一代的产业和祝福祷告 指引三 为自己追求谦卑的生命 竭力连结上一代 下一代进入合一 成为团队中 肢体中众人的祝福来祷告 我相信在这21天的进食祷告当中 神要做心事在我们中间 当我们一起对齐 祂就要带领我们跨越 我们过去不能跨越的